大家好,我是Matthew 之前香港政府在財政預算案公布了 每個香港永久的居民都會派一萬元給他們刺激消費 最快7月8日就收到錢了 雖然政府還會永遠都很慢 不過今天就跟大家看看外一萬元到底可以怎樣去砌機 現在最Hit的砌機話題都是不外乎到底是選Intel的CPU 還是AMD的CPU 今天我們會跟大家一起去看一看一條Intel的List 以及一條AMD的List 還有再聊一下如果你真的收到錢之後 有些不同的零件降了價 或者有些新款出來 到底應該怎樣選擇 都會跟大家高呼一下 還有這1萬元預算我不會用到太盡 例如說你可能想加更漂亮的鍵盤、Windows 又或者家裡有人要剪片做功課 那你要加一個大的Hard Disk去儲存這些文件的話 所以我這個砌機List不會用到太盡 推那個CPU或者RAM或者Display卡去到太厲害的 那如果你有需要 這些配件強一點的話 你可以選擇剪掉剛才我所說的東西 例如Windows、Hard Disk 然後將預算放在CPU或者顯示卡 那就是看你不同的需要 那盡量希望可以做到一個多功能 家裡每個人都用到的電腦 就不是只用打機 那些配件會比較齊全的 那先跟大家看看一套Intel的List 那CPU 那正常來說都是i5的了 那如果我真的有預算的話 我們一會兒可以看看i7的 那這顆i5的10400F就是最新的第10代CPU 當然也要配上最新的400系的Intel底板 但是它有6核心12線程 那你對比起上一代的9400F 其實你看到可能差200元左右 但是其實已經多了一個超線程技術 那都是應對AMD同級競爭Ryzen 53600 多了一個超線程技術 多功用途或者你去跑分的時候 那個分數大約會有30%的提升 所以你說200元買了30%的效率提升 其實我覺得也是挺划算的 那接著就到底板 那當然你是要選Intel的底板 那正常來說呢 就會有分高中低階的話 高階就是Z490 中階就是B460 而入門就會用H410 那我們先用了B460 因為那個擴充性會比較好 例如它會有多些M2的槽位 多些RAM槽 你之後想升級會方便一些 同時用料都會比較好 因為你用到一顆6核的CPU 底板的供電都不能夠是太差的 那看看如果你入門的 例如說這塊B460 那就看你喜歡什麼牌子啦 那如果選B460的話呢 那就最便宜的那些 就已經是600多元已經有交易的了 那例如這塊華慶的B460M HDV啦 不過呢你就要留意回 可能最便宜入門級的底板呢 它是支援10代的處理器的 那你要看到我供電都OK 但是就沒有散熱片的 那M2槽呢就有一條 對啦 留意一下就不要選一塊太厚的Display Card 因為如果太厚的Display Card 有些可以去到2.5甚至2.7株的 那你看到這裡有三條的PCIe 槽位 那基本上它就會擋住你下面的一些插槽的了 那你如果之後還想加 例如Wi-Fi Card啊 Sound Card那些呢 就會有些難度 只可以用到Onboard的功能 那但是如果你說你 要求不高的 你打算可能直接就是 一條16GB RAM 那接著你 留一條遲些行商通道 Total可以上到32都OK的 那你說Wi-Fi就不用太擔心了 因為其實你看到它這裡有個M2 Wi-Fi的插槽 即使你這張卡很厚 三槽啊 擋住了這兩條額外的PCIe 卡 那你可以直接用那些M2 Wi-Fi Card 買回一塊都不貴的 一分錢一分貨 進門基本上的基本功能都齊了 有M2 SSD 有得插M2 Wi-Fi 接著有四個SATA位可以插到 四隻的Hard Disk或者2.5吋的SSD 的 輸出接頭看到有HDMI、VGA、DVI都幾齊全的 不過我們這次用的一個10400F是沒有內顯的版本 所以這裡就用不著 那然後這裡就是PS2鍵盒插頭 接著有六個USB頭 你看到這裡中間兩個洞洞空洞 就是給你插 如果自己想加的Wi-Fi卡的話 就可以直接插到這裡 比較方便 那然後 Gigabit RAM 以及 Soundcard 基本功能都有齊 接著跟你看底板內部 你看到供電都OK的 不過就撐了一個HitSync 但是如果你說入門版來說 我覺得都算不錯的了 那留意一下就是 始終是入門版 兩條RAM槽 如果你說你想之後還有升級空間的話 就可能直接買一條16GB RAM 那留一條槽之後 用來升級 用來做32GB RAM 就會比較穩陣了 那接著有個M2 Wi-Fi的插頭 剛剛說了 接著有四個SATA插頭 在這裡 那基本功能都齊了 那如果你說入門的玩法 這塊也不錯的 那但是如果你說你想選擇用料好一點的話 通常最多人會買 最熱門就是這一塊底板的 那B460M Mortar 那就是MATX的底板來的 但是那個用料上就會好一點 那始終一分錢一分貨 那留意一下這個底板 那你見到 這裡最明顯的分別就是 有一個IO的裝甲 其實它就是一個底板供電的HIT SIM 然後它的設計特意延伸到 去保護了它的IO 那不會那麼容易撞到 那旁邊這裡還有一個預裝了的IO IO檔板 那比較方便 那然後 底板的插頭 你見到沒有了VGA和DVI 就只有HDMI和DisplayPort 那USB頭也有五個 加一個Type-C 那留意一下這塊底板 是用了2.5GB的 靈頭 還有有個光纖輸出的 那就是按入門級的底板會沒有的 那還有最重要的當然就是 它有4RAM槽的 你之後如果你現在可以直接買 兩條8GB RAM 一個雙通道16GB 正常來說 一般使用都夠的了 除非你說你會剪片 或After Effects 那通常就會32GB起的 那還有就是有個M2的HIT SIM 還有這個是比起剛才那塊底板 多一條M2槽的 那如果一預算夠的話 那可以加300元買這塊底板 那如果不是很夠的話 就剛才入門那塊都不錯的 RAM呢 通常九成人都是買16GB的 因為8GB就剛剛很夠的 如果你打機的話 可能你已經要關掉所有其他APP 例如Google Chrome 你要關掉它 因為始終Chrome比較吃RAM的 那這塊底板最高支持2666的記憶體 那買回普通的2666的RAM就OK的了 那這次我們會用兩條Crossel的26668GB 那行這個雙通道的記憶體 總共16GB 那就會比起一條RAM 單通道就會快大約5% 那接著到SSD 那SSD會有分SATA和M2 因為我們這塊底板有兩條M2槽 那所以我們今次會和大家選擇M2SSD 那250GB其實已經很少人選的了 通常都是選500GB 甚至乎1TB 那我建議呢 可以選一隻500GB的SSD 再配一個HDD 或者直接就買1TB的SSD 那因為其實1TB的SSD 價錢呢 都只是大約1元1GB左右 那但是已經可以去到2000多M的速度 那其實如果資料儲存需求不是太多的話 直接買1TB的SSD 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接著就到顯示卡了 因為我們今天有10000元預算 其實都比較充裕的 又不是選了一顆很高階的CPU 那我們今天可以打擊到2060 或者2070的Display卡 那它們兩款都有光線追蹤的功能 那就可以令到畫面更加逼真 那如果2070最便宜的那款呢 就現在做一個端午節優惠 就3199元就可以買到2070了 那你看到其他款 可能是2070Super 都可能已經是去到3000尾才會選到 那所以其實這張也挺划算的 那然後HDD 剛才跟大家討論過 如果你可以選擇500GB的SSD 再配一個可能2TB 3TB的HDD 如果對儲存空間的需求不是太大 直接放一隻1TB的SSD就OK了 甚至乎只買一隻500GB的SSD 所以真的有需要再後加 去節省預算都OK的 那接著火牛 2070建議都是買一隻600火 或者以上的火牛 通常現在買一部機 你預用5年都沒問題的 那所以通常火牛都買最少5年補 那你說如果650火 那算你便宜一點 就這隻HIDRO GD的650火 金牌的火牛就620元 那如果你想加多一點錢買 這隻ANIMAX的REVOLUTION DF 那就是一隻全模組的火牛 全模組火牛的好處就是 執線的時候會比較方便 因為你如果不需要的線 就可以不用插進機箱裡 整線和散熱都會好一點 接著就到機箱了 那機箱就是看大家的喜好 如果入門一點的話 我就會建議這隻機箱 因為本身已經跟了四把風扇 和安裝上都算簡易的 又有側透 再加上塵網那些都有齊 所以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當然啦 如果你想再漂亮一點的話 就可以考慮這隻新出的 FRECTO DESIGN DEFINE 7 COMPACT 那這隻機箱在外形上 就相對上簡潔一點 就跟兩把風扇一前一後 那它主打其實是正音的 但是當然它的散熱都不會太差 那個頂那裡有需要 你可以將它的靜音頂蓋 換成這個通風的頂蓋 上面的隔層網那些都齊 如果你之後想加裝水冷那些 這個機箱都會很方便 這套機整套機買回家 砌完都是八千元左右 其實還有不少的空間 例如說你可以多加500元 其實就可以上到32GB RAM 然後如果我想用i7 要用到8核心的 其實都夠預算的 10700F 8核心 16線程 但是這個就沒有散熱的 就算有散熱也不夠 你還是要自己加一把 升級了上i7 再加上32GB RAM 都是9700多元 當然我們要補散熱器 上一條片就跟大家介紹過 這個AX120的散熱器 今次就用它 剛剛好一萬元 這條就是Intel的List 一萬元組成一塊好的底板 接著8核的i7 32GB RAM 1TB的M2 SSD 2070跟火牛 我覺得都算是一個不錯的配搭 接著就跟大家看一下 AMD方面 其實整套List都大同小異 其實最主要都是轉CPU 底板 和RAM 那為什麼要轉RAM呢 如果你是用AMD的底板 你用B450 或者B550都可以支援到 3200MHz 甚至3600MHz的RAM 在BIOS打開 Docp 或者Intel XMP 就可以了 但如果在Intel 的話 就要用到 Z490的底板 才可以用到這些超噴 RAM 所以為什麼 其實主要都是轉版U RAM 其他東西都不用轉 CPU 我們選擇同價位 3700X 都是8核心 16線程 大便宜一點 接著就到底板 如果底板的話 你用得i7 或者Ryzen 7 這些8核心的CPU 都不要選擇 任務的主機板 我也建議選擇 一些 可能Gaming 或者看到散熱用料 比較好的主機板 例如今次我們選擇 同系列 微星的B450M Motor Max 其實他們有出一塊 新的B550M Motor 待會就跟大家分析一下 我到底買B450 還是B550 今次就先用B550 因為價錢上 可以跟Intel 做一個直接對比 接著RAM 就選擇 這條 這條是優惠的 290元一條 8GB RAM 但還會有RGB 可以組成4條 做到這個 很漂亮的RGB效果 都沒有問題 然後計算一下 價錢 嘩 貴了一點點 比起 反而AMD 可能因為用了貴的主機板 反而比Intel 貴了300元 好 那如果我們選擇 B450M的主機板 應該不會歐筆 9,893元 那跟剛才Intel的 都是差一百元來 CPU就換了3700X 底板都是用同級的底板 那RAM就換了4條 8GB有RGB的RAM 還有那個頻率 用到3200 那為什麼AMD 要選擇3200頻率的底板呢 因為一來 剛才那個底板 可以支援到這條 快一點的RAM 二來就是 機體頻率對AMD 整個CPU的效能影響都不小 那價錢又不是差太多的情況下 我都會選擇3200MHz的RAM 那當然啦 你喜歡選擇兩條16GB都OK的 沒問題的 那這條就是AMD的List 好 那Intel和AMD兩套 只差一百元的情況下 我會怎麼選擇呢 我覺得有點難選擇 大家都說到 AMD好像很好 我AMDS性價比很高 但其實 Intel在減價的情況下 其實性價比都很不錯 我不覺得貴了很多 最主要的分別就是 你那個RAM 不能用3200MHz 這裡可能對打機 有些對RAM的記憶體 那個要求高一點的遊戲 例如吃雞 可能效能上有差一點 但日常使用我覺得 影響是不大的 那就真的看大家喜歡 Intel 還是AMD 我覺得Intel 其實沒有大家說到那麼差 例如說 之前十代Intel 未出的時候 其實都還有很多人 賣9代的 尤其是9400F 但自從第十代 Intel出了之後 反而買Intel的人 就少了很多 很多都轉頭了 AMD的懷抱 因為 這方面我也明白 因為以前 大家看的話 一千元價位的CPU 就會看 大家都是六核的CPU 就會看 3500X 和9400F 其實我覺得Intel 沒有大家覺得那麼差 之前未出第十代CPU 的時候 最多人拿來對比的 就會是9400F和3500X 因為始終 大家都是六核心 六線程 價錢就差不多 但那時候 其實買9400F的人 是遠遠多 過買3500X的人 因為始終 如果AMD 沒有價錢上的優勢 其實不是很多人會去選AMD 再加上你買AMD的時候 底版會稍為貴少少 那時候 再加上你要配漂亮的3200RAM 去配一顆CPU 它才會用得盡它的效能 變相其實AMD會更貴少少 所以AMD的CPU 其實那時候 很多人買 反而出了十代之後 十代的底版貴了 CPU又貴了少少 那大家就會直接把10400F 拿來和3600去做對比 在這個情況下 10400F其實不算太輸蝕的 你看這個短片都看到 其實RAM的速度 對於打機來說 都有不少的影響 你會見到 10400F配2666RAM 是只有150多FPS 0.1%低 但是去到3733的時候 無論是3600和10400F 也好 都是有一個明顯的FPS提升 但是 你在Intel 要配一個3733的RAM 你自然就要買一塊貴的Z490底板 而如果你用Ryzen的話 你就不需要買一塊這麼貴的底板 都可以用到超頻 RAM 去享受到這個效能的提升 所以變相 AMD在這個情況下 就會比較划算 在兩個價錢差不多的情況下 其實我覺得 買Intel 和買AMD 都OK的 因為畢竟 Intel都是看著 AMD的價錢 去做一個調整 其實兩邊的價錢 是很小的 所以我就真的覺得 不需要太執著於買AMD 而是你本身自己 喜歡哪一隻牌子 就買哪一隻牌子 其實兩邊現在的穩定性 和效能的差距 都是很接近很接近的 擴充性和升級性 其實兩邊現在都是差不多的 唯一一個分別就是 剛才所說的 AMD 便宜的底板 都可以用到超頻 RAM 而Intel 就不可以 這個是我自己覺得 唯一一個 我會考慮買AMD的原因 因為如果其實你要說性價比的話 我覺得Ryzen 7和i7 其實都是不值得買的 給我自己買 我會買i5 10400F 或者3600 然後將來有機會 再去升級它 因為其實6核心和8核心 對我來說 我覺得分別不算太大 但我要多付千多元 那當然啦 如果你說你是有剪片的需求 我還是建議你買i7或者Ryzen 7 始終不多兩個核心 剪片的時候 那個速度會快回兩三成 但是在遊戲上面的效能 其實現在兩個分別 其實並不太明顯 最後就想跟大家討論一下 到底應該買B450主機板 還是買貴一點 買B550主機板 B450和B550最大的分別就是 新款的B550主機板 就有PCIe 4.0的功能 你可以用到PCIe 4.0的SSD 或者PCIe 4.0的Display Card 就像RX5700XT 另外它也支援PCIe Link Split 就是可以把PCIe PCIe 4.0的通道 分開它 就會令到更多的B550主機板 可以支援兩張的NVMe SSD 都是從CPU那裡拉PCIe 拿出來 所以你會看到大部分的B550主機板 都會有兩條的M2槽 而B450可能只有一半一半 有些有一條有兩條 另外USB的支援度都高了 由原本B450的USB3.1 Gen1 升到USB3.2 Gen2 其他的升級就是一些IO的升級 包括CPU的USB由3.1 Gen1 升到3.2 Gen2 以及原本B450的晶片組 PCIe 2.0就會升級到 B550的PCIe 3.0 主要是一些頻寬上的升級 價錢方面你會看到 平時最熱賣的V450 Tough Plus 以及B450 Tough Pro 就是650元和699元 要回到同級的B550 你會看到已經去到1049元 價錢是相差300多400元 那有什麼功能上的提升呢 除了剛才提到的之外 你會看到這塊底板 除了晶片組更加了之外 你會看到比起Tough Plus 它多了一條M2槽 而且這條M2槽是有起升的 而舊版B450M Tough Plus 就只有1條M2槽 以及沒有起升的 而CPU供電都明顯升級了 再加上它的散熱片 都比起舊版的大了很多 但是沒有Io的裝甲 而B450M Tough Plus是有的 而B50M的Io 都比B450M的明顯要豐富很多 再加上有2.5GB LAN 而B450M Tough Plus是普通的Gigabit LAN 那你說相差400元 抵不抵呢 我覺得就見仁見智的 因為本來B450 就說是沒有支援 CPU的CPU 那我覺得呢 會買B50是比較划算的 其實價錢相差是有的 但是其實值得去給這個錢去升級的 但是現在B450都說會有CPU的支援 其實我覺得B50M的吸引力相對上就沒有那麼高了 那當然啦 用料的升級是有的 值不值得這個價錢呢 我就覺得不能夠去直接比對的 B50我覺得它是像一個X570的弱化版 而不是一個B450的強化版來的 因為它那個供電用料 B450和B50都是完全不能相比的 甚至乎出現了有些廠是B550的底板 用料比起X570還要好的 這麼奇怪的現象 那所以你說B550應不應該跟B450直接比對呢 我覺得是不應該的 而是應該用X570去做對比的 那如果你用X570ToughPlus去對比呢 那其實這個價錢呢 B50就其實值得玩很多的了 那當然啦 這塊X570是一塊ATX來的 而MATX的選擇呢 在X570呢 好少好少 好像只有一塊還是兩塊而已 那但是 如果你想選擇MATX的話 B550的選擇就多很多的 因為始終是兩款不同的產品 我覺得不是就這樣一個升級 所以我覺得是不能做一個比較的 那不知道大家又怎樣看呢 那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一下 你有沒有買到B450 或者你會不會想加錢去買一塊更漂亮的底板B50呢 我也想聽一下大家的意見 不如在留言裡告訴我吧 那我們今天這個波叔一萬元的砌機list 就去到這裡了 如果你有興趣去參考這條一萬元的砌機list 可以去到下面下面 有條連接可以讓你去做一個參考的 好啦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喜歡的話記得按個like 有什麼意見歡迎在下面留言 最後不要忘記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以及加入我們的Facebook討論區 我是飛馬地道的Matthew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